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关键方钓鱼岛 对面紫禁城 那这场比赛双方打的也是比较的刺激啊 从头到尾的一个点上 打得非常的激进 开场地一回合 对面什么就出发金石 小索王就来了 国标打国标 对面风阵也是大客 关键方鸟阵 百分之十一百平 他飘出一把漫天风的特技以后 也会不让他触发这个被动法宝 再加上神灵的一把青石啊 所以说给个PA够了 5900还不耽误对面下个回合 他去骑野兽嘛 你扫完了下回合要休息的 那不青石就浪费了 再加上前排还有一波善恶宝宝呢 一般他们开场的善恶 伤害加的都会稍微高一些 沈木林那边再来一把青石 管家皇聘停 不让对面骑野兽 也一样啊 也能防止对面触发被动法宝 岁月强控化身色 现在就托你化身色的一个节奏 霍甲树扔一扔 关家皇这边也要点 小爽对面也要点 一个青石先把关家皇这边先送走 而关家皇依靠自己的善恶 能不能把秋沙送走 哎 把秋沙那边也送走了 这双方仅仅三个回合啊 点了点了一大队啊 但要不说这场比赛他有意思啊 在青山里继续青青宝 三回合死了三个 你要国标这么大 那多有意思啊 那平常他们打都开场 先飘漫天呀 平A呀 这一大队啊 青青宝吧呀 这开场不刺激 这开场刺激 哎 第四回合 关家皇直接就是一把慈恒 很直接啊 直接一把慈恒就来了 sub indo by broth3rmax 你把他三飄再飄一飄 铭枝朔 铭枝朔 拿起大刀 看要不要继续点啊 先踩个塔啊 双方野兽都还没补呢 再控对面神木 对面一把金银 化身色活满血 光辉补一补 小嫂他又来了啊 节奏就这么快啊 就这么快 第六回合 对面再次发动一把电杀 再针对关达黄的大唐 不过呢 由于他身上本来是有封印的 所以在解除封印的同时呢 也把这个小嫂给解掉了 这一波的道士鱼岛 这边也不亏啊 正好这大唐不还没补王亮追魂吗 这个时候可以补一补啊 可以补一补王亮追魂 小嫂 观众朋友也要反点一手 拼没打着 只靠神明一把单抽 前一三点看一下伤害 四千切 宝宝根根好像还是有机会的 机会还是有的 善爆 卡个大几没机会啊 这回是真没机会 再来一个善爆 侵蚀陷阱 该轮到对面反点了 大唐再来侵蚀 鱼岛不应该打的这么凶的 因为他鸟阵被大克 鸟阵本身没有输出位 又被大克了 输出方面他不够啊 鱼岛本来他不该打的 这么凶的但是没办法啊 啊这属于被逼无奈啊 这一波强行再把官僚方大唐带走 不过没有小嫂王还行 对面这么点官僚方只能用反点予以回击啊 不然人家打你你不还手 那一会被人家推出去了 鱼岛这种反点属于被逼无奈 对面人家手握大克 然后轻蚀又出的多 人家点杀属于正常操作 你这个点就 嘿嘿嘿 大家所在的维度不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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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山豹 嗯 嗯 继续走一趴小离 嗯 嗯 嗯 啼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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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大堂 继续守时成功 观点方这边也来一把 青石这一波是点杀对面的 神木灵 我不自卑 人拉大逃 不然你手是手的太厉害了 小死亡也挂中了 上剧剑 直接十一回合就把去千给用了 这没办法自己血量不够 没有出法莲 但是还有宝宝一根对面 神木灵也没了 这打了十一回合 双方都点了 点了几次了 这回紫禁车那边 应该缓一缓了 你单大逃就不好点了 打针给地火 防下延长化 神色活一活 起个折了 双方这回应该可以缓一缓 这节奏了 前期这太快了 再打了 万一 又是 双方的 反对 就不能 不得 贅 靠 尽 继续给效力 黄泉之息再抓一抓 你鸟阵不能丢速度呀 你已经牺牲了伤害了 你再把速度丢了 你这鸟阵开了跟没开就没区别了 所以鸟阵是一定不能丢速度的 鸟阵丢速度太少了 死心洗澡 神明也可以站起来 快点和神木再来一把青蛇 这回关家黄没有什么点杀的目标了 所以这把青蛇的话 也只能去亲一亲宝宝 砸掉了盾 那就还能点 把对面的纸给砸掉了 那关家黄还是要点啊 是有点心狠手辣的啊 有东西 再把对面大腾压倒了 打得好凶呀 那感觉关家黄这个情绪也是被对面调动起来了 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再来一把金镜 换个地厅 化身色 回口 先延长 继继续有青蛇 再配合一个地厅 黄泉之蝎 还是抢物理器的速度 现在关家黄物理器速度还在丢着 还丢着呢 因为 封地厅 战敌摆给 主众啊 再给你来一个地厅 再上一个地厅 由于关战黄这边被大克 所以对战黄也不想托托拉拉的 打的节奏稍微快了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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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出地霆 这要是冲不下来 感觉还是略显尴尬 看看能不能冲下来 读解精神再饱一饱 怪难方还是没有打开新的突破口 尺子宝 小死亡挂重 小死亡 优优独播放 再招 不行啊 这没办法 开弓没有回头剑呢 就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不冲不行了呀 对面也是一把青蛇 再反手继续点 这前二十回合打的都很凶啊 恶爆 这回没出山炮啊 还行 一万 再把神灵送走 但是还是没有小死亡 观察方这灵源不够用了呀 因为现在二十一回合 你总共每个人就得了两点灵源 遇到刚才那么猛的换力厅 你点死人你也得延长嘛 大唐也用过剧剑 就导致了观察方现在他灵源 可能不太够用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灵源不够用就有点伤啊 哎 神经城那边已经完全的恢复过来了 已经完全的恢复过来了 现在这个事就有点麻烦了 一把缺散 紧情对面可以反点 现在优势是在对面的手里 你别看观察方刚才打得那么凶啊 但你那一波没打出东西来 那优势可就在对面了 别看完 你用赤优势好吗 我认识不要操作 有一个很大的攻击 你不能用赤优势 你将冠把神明越到 你将冠军了 你将冠军不过我 去城砍 心情 的 Got联势 是带你 是带我 在城砍 在城坡 这只要是冠军震 一把五魂 一虎再保 小爽 官大方只能继续进攻 很少千军贴保护 官大方神灵头上还有个五魂呢 没搞死啊 再招 现在紫禁城只需要一个反点 自己就是无限大的优势 女儿村手里还有两点零元 踩个塔 还上了 再控大堂 没风中 看来无魂凝之术 双方这小无魂人的 啊 好 打針給蒂弗 地厅该轮到对面上的地厅了 该轮到对面上地厅了 你这小花招玩的也差不多了 对面上地厅了 好 双侵蚀 双侵蚀 送你个大堂也不为过吧 小桑没挂中 对面小桑也没有挂中 出的倒是挺凶的 但小桑没挂中 神明看看能不能带走一两个宝宝啥的 也行 门南方地府一点零元 对面地府手里两点零元 对面小桑也没有挂中 再次压死 对面也是打针给地府吧 给了女儿村 我看这几点零圆的针 一点零圆的针 对面蹄虎保一下 解开地府 对面还有点 想延长 他必须得先给观众黄女儿村来一针 小死亡 先点观众黄神灵 给的不多 给你一把破血 163 宝贝在 给你观众黄神灵没了 对面就可以延出来了呀 下个回合正好32回合 对面整整的 3.0圆的一个延长 诶 这个很有灵性的一个大惊 砸钱 反手把对面神灵给砸掉了 对面就给了个破血 很有灵性的一个大惊 对面再来一把 今天呢 这把真算是 啊 这个真算是白给了吧 对面神灵的一个大惊 对面神灵的一个大惊 那比赛这个不好说哎 我说才可能会下输给了 Pierre 好 小死亡 直接干脆点你女儿村吧 直接干脆搞你女儿村 关家方也是一把 但关家方这边地府抖起来了 你小死亡没有挂出来 反手2500开刀 3300 法系的速度 在关家方的手里 但是 臭不死人家 有止人的 反手一把单抽关家方女儿村倒地 这回对面可以顺利地延出来了 这回是可以顺利地延出来了 但是 洞 市传统 的 对那方 只要再点死一个输出 观察官已经没有女儿来保家复航了 对面只要再点死一个输出 这基本就是 陈匹亮的换内定了 要直接逆境清新咒保一下地府 两个 比较的尴尬 被打破了一个 神灵还把孩子换掉了 那这样逆境失败 逆境失败以后 面临的问题就是对面 疯狂的进攻了 积极歪歪再防你一下 以防万一 万一你还想逆境怎么办呢 小死亡点一个输出 就可以陈匹亮的换内定 强行点对面的神木灵 点不死啊 一定在哪里 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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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觉地厅都不用了 直接把化身似干掉 双青石 结束了 结束 前期打的有点凶的 这场比赛有意思 有意思就在全程无尿点 大家打的都很激进 换个练习生 收起了宝宝 关的房也放弃了 感觉地厅都不需要了 地厅都不需要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啊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不玩了 玩不了了呀 地厅都不需要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